嘻嘻 大家好 我是Dee 歡迎大家回來了 今天就來跟大家玩這隻手機遊戲 這隻手機遊戲就叫做風雲 我想可能有一部份看我這部影片的觀眾 應該是大部份的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風雲這部劇集 其實風雲這部劇集也不是我的年代 好不要這麼說 有一個老一點的就叫做阿樂 看見這部風雲的劇集很好玩 就想跟他玩一下 這部劇集是香港以前很出名的 武俠的電視劇集 電影也有的 電視劇集也有 這部故事大概是說說那些 天下會 主角去天下會創關之類的 但如果大家有看過最近的電視廣告 你也應該會發現 這首歌 其實風雲那首主題也挺好聽 不如讓大家聽幾秒吧 聽完這首歌之後 你會發現 真的很有以前那種 武俠電影的感覺 所以不如現在我們一起和大家 去玩一下這個風雲的遊戲 基本上這個風雲最特別的 你讓我覺得是做任務的時候 任務的NPC 不是說普通話 不是說其他話 不是說英文 它是說廣東話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風雲很明顯是 劉北統治 有什麼吩咐 聽到嗎 他講完廣東話 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好過沒有聽過遊戲 會這樣說廣東話 不如我一直和大家 說一下這遊戲的時候 一邊走一走 聽它說廣東話 我都玩了這麼多遊戲 這就是第一隻 第一隻聽它 那些旁白的故事 會說廣東話的東西 基本上 這是一個接任務 一個MMORPG的形式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OK 3 2 1 我現在打算跟著這個任務 和大家玩一下 副本 這個副本 叫做無絕神功 這是一個草經驗的副本 不如我們一起進去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順便和大家一起看看 戰鬥系統是怎樣的 我也覺得戰鬥系統 確實是不差的 可能進入副本的時候 我們就要自己走 基本上 不可以自己找路 但是 現在看上去 也有少許武俠小說的感覺 雖然操縱也是大同小異 和其他MMO 但是 這個MMO 它就多了少許 香港人都很熟悉的一些東西 譬如 我們也可以用多少許不同的技能 它總共在這隻遊戲中 有四個角色選擇 你可以選擇四個職業 然後那四個職業 分別也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我選擇這個 就是一個比較暴擊的角色 即是說 它是靠不停地打 去爆發力 去打死人 還有其他 有坦 有補師 等等的東西 都OK 不錯 現在 我就進入副本 不停地打 只是打開 哈哈 打完它之後 不同的副本 就會有不同的調角物 譬如 一些副本 就會有這個經驗 我們現在大家喜歡這個 有些武器的裝備 還有 裝備 一些寶石等等 都不錯 比我值得 打完副本 把經驗 看看我們可否升到30 可以和大家打多一個副本 也不奇怪 現在打完這些鬼叉 我們剛才進入了無盡神功 所以應該要打這些角色 但基本上 我有些武器 基本上打的都是特身應手 不會太複雜 我們應該是否繼續走到這邊 這邊沒有東西 還有哪邊有東西 我們現在進入 不停地打副本 打副本的時候 打贏了 很明顯可以賺到很多經驗 這裡還有 再衝過去 我不相信搞不定 因為我們現在的武器 都非常厲害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地搞定了 不過 你看到我的武器很厲害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就課了少少金 我現在的VIP7 所以就有一把更新的劍 但是我相信大家 那把普通少少的劍 都應該可以很輕易 就打到這個副本 不會有任何卡關的情況出現 基本上我的遊戲設計 都不錯 設計都不會要打很久才能升到1 基本上我在這裡打了大約3、4、5個小時 我估計 我已經升到28 所以總體來說 都是OK的 我們就一路出這些技能 然後我們就可以忍生 亦可以非常厲害地出很多技能 再來一次 對 然後這邊再來一次 我現在可以很快地解決了 特別我最喜歡的就是 中間這個我們按上去的技能 一按它就可以有個AOE的範圍 一次過打10個人 也不差 嘩嘩 還有一個絕無傷 這個應該是最終的BOSS 看看我們可以扣到多少 嘩 正 好棒喔 再打 再打 聽不聽到嗎? 擋我者死 我都說 這個廣東話始終是最喜歡的技能 我們就一路再打我 擋我者死 這個絕無神 你不要再說了 我就走開來繼續打下去 雖然我不是坦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走在身上 都應該OK 我們看看 我一旦轉頭看看這個人 沒事吧 怕什麼呢 再開多次技 搞定 我都說了 這個擋我者死 很明顯就是 擋我者死 不是他擋他者死 好 我們就拿了四顆星回來 看看有什麼選擇 這裡 這是什麼來的 白馬碎片 即是 應該只有一些馬碎片 基本上 也可以在這裡 強化不同的裝備 有些柱靈 有些其他東西 不過我就不在這裡 跟大家去解釋這些東西 自己可以下載這隻遊戲 如果你有看過風雲 也可以下載這隻遊戲 試試玩一玩 基本上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留給大家 去探索一下 但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剛才用過的技能 這些技能 我們有四個 連同普通攻擊 有五個 我們可以升一升級 順便跟大家說一說 普通攻擊 不用跟大家說 我最喜歡 就是這個 奧寒陸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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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AOE的範圍技 可以和10個敵人 造成107.88%的傷害 基本上 你可以打 都打了大半行血 基本上 我的選擇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這邊 風神腿 一些緊身的攻擊 一個隱身的攻擊 以及我們剛才在第二行的技能 就是這個 神風洞 這個也不差 多一點的攻擊 也會做到一些雲圓的效果 打其他BOSS 都應該會非常有用 但是 我就要完成這個任務 其實應該有很多任務 都可以做 但是 除了打副本之外 這隻遊戲 都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讓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進入活動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去到三分教場 這個三分教場 基本上就是一個PVP系統 但是這個PVP系統 比我很多都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不如試一下 現在和大家進入PVP的三分教場 看看我們可以打贏誰 這個應該都可以 戰力6084 我們現在5968 都應該可以進去試試 失敗可以拿到2000真氣 而勝利也應該可以獲得2000真氣 這個真氣有什麼用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說 不如我們先進去打他 挑戰 其實我應該挑戰4200多拍力 不過不要緊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待會我可以再打 基本上你看到 對面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真人戰鬥 就是一個真人戰鬥 我也可以這樣打過去 應該很厲害 這個人的戰力明明這麼低 但是這麼高 但是他是不是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喝喝血藥水 喂 喝血藥水 喂 喂 喂 不要死 不要死 我告訴你 失敗 但是失敗 我看看有沒有一個簡單 我們之前有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 應該可以有一個簡單一點的人 匹配對手 有沒有一些簡單一點的 這些戰力兩萬幾 六千幾 六千幾 這個應該好一點 或者29 跟我差不多 但是排名差不多 我們超戰多一次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剛才輸得這麼快 真的有點難看 好啦 這個應該是29 跟我們差不多 我估計應該比較容易打 我之前在試的時候 我打過一場 都應該是不差的 我之前打過的那一場 就是我們不相伯仲 打了非常之久 這個OK 這個可以打得快 再出一個技 他應該死的話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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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剛剛好玩這個 六千幾戰力 跟我們相伯一百左右 但是呢 我們也剛剛好打定少少少 這個二百零二的血 剛剛好打定這個人 應該都OK 拿了少許真氣 和拿了少許 這個勝利 都應該不差 那還有什麼 不如我們再試試打多一次 我們有沒有一個簡單的 我們現在就試多一次 看看這個人 我們打不打得贏 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的職業 這個也是很多血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很多血都不夠 我打得快 可能他們防就低一點 但是血就高一點 這個可能是保師 看法術的技巧 但是呢 喂喂喂 不要死住 不要死住 你自己 都說最後用一用的技能 都應該不差 我現在就應該可以這樣 不停打一下 之後 應該會很快 升到排名 升到上去 但是呢 你可能會問 這個真氣有什麼用呢 就是用來升級這個技能 剛才大家看到 我們升了普通攻擊之後 跟著這些風神腿 奧寒六血等等 是不能升級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 用我們剛才打的真氣 升級 因為這些真氣 對於我們 去升級這個技能 都非常重要 我們就可以很快 進去PVP Arena 可以升到不同的技能 這個系統挺好的 用PVP 一路可以跟其他玩家交流一下 的時候呢 也可以升級到自己的技能 不是說 你升級 就是跟其他玩家打完之後 只是一個排名 它也有實際的用途 對啦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因為時間都有限 我們今天 如果大家也有看過 這個風雲的電影 也很喜歡風雲這個故事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 iOS或者Android 所以我也可以下載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個like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